参局的时候应该说对场上的这个 T比4T比3现在第一次8比7领先 这到了尾局 其实双方都到了尾局了就看 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已经 位置上给这三不熟路夫给 应该说有一些变化 那么刚才第五或者这个技术做得更 看到刘国梁的表情 就是可能会让肖赞 就看到头比较 朋友也会有些疑问了 那在这里我们也跟我们的战场的是什么球 三不熟路夫 掉右压左 好 平坛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打中国 中国打世界的这种局面 那么中国对目前 据他自己后来讲的说已经开了个好投 就最近这个亚洲杯的时候 领先的是1比0 三不熟路夫领先 底线球啊 就是处理的还是没有 我想取得今天比赛的胜利 他说他对这个三不熟路夫的比赛 不应该 很多观众可能透过我们最近的这个国球大点的节目 对已久的这些中外大师有一个过招的 是嘉年华 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场比赛 就像刚才这个球类运动是一个推广 另外一方面对于自己 应该说乒乓球在我们国 那么我想今天呢 让这些顶级高手 这些国 这个说关注度很高哈 现在呢 我们有个短信的票数统计 现在王浩的场外支持 用了步伐 他在这个 度过前三板之后 对 第四局的这个战术啊 还是控制对方的胆 有波尔 波尔是党代下面的一个谁胜 是这么的这个容易 因为他 民间红队的这个教练来对阵这个国球 来就是看什么时间叫暂停 那么因为这个世界联队自己叫了一个暂停 这种训练不是很多 但是呢 他就通过这种各 心境肯定会不一样 而且呢 他们要考虑到明天就会和这些大师 最后一个直线球 好帅 保护的非常好 情况下 如果说有中国队的教练去给他 他就也就这样 就沿着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 我们看到他的 应该说 他确实是没有明显的露 手来比赛的时候 他又很难获胜 为什么呢 他就是特长 没有 不好 这比分都露后了 7比9 是从台内进身速度节奏上来下手 上手的机会 之后再争取主动 之后呢 才能 下 前期的选手 但是呢 从南到北 一直跟随 看见在我们比赛当中 我们的刘志导 江志导 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那么这也是提湖南卫视做的 这个国球大典呢 我想这个 掉了 都是比较熟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 回反手 打住反手 经常举行这样的大赛 这是 这个来自于贵州手机围 摩点的变化 节奏的变化都有了 你看一退到眼台 他就故意的放高球 现在都靠近球 抬得太多 所以呢 把高球一定要动得舒展 才能打得好 他老感觉使不上劲 对 又来了 好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